正在看見警察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剛看到警方很快突然衝出來 很任意地拘捕了幾個人落地 然後把他的封鎖線無限過 我看到他向記者襲擊、推撞 也向記者噴霧、噴霧和噴劑 我現場用麥克風警告他們 不可以再濫用他們的武力 不可以再採訪新聞自由 我看到起碼有四、五個被他制服了 但因為他封鎖線太大 我們沒辦法去找到他用什麼名字 或者幫助 這個問題經濟改造是否無狀況去平昇 還有看到今天這個路火開頭的情況 好像是越遠越遠 你只要為何看行動升級 和這個施政報告和這個更新的方法 我想很客觀的 很客觀地今天在現場的情況 是比以往都是要激停的 所以施政報告一定幫不了降溫 我們派幾個堂 怎樣解決土地主屋問題 不是示威者 不是我們香港年輕人是關注的東西 在這一刻大家都是關注警暴 關注反送中 所以經濟的手段是解決不了政治問題 蒙面法生效到現在一段長時間 看到只有火上加油 只有越演越烈 只有民意調查看得很清楚 其實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反對的 如果政府繼續倒行逆施 做些市民最不喜歡最生氣的東西 只會激發更多的民怨 只會給市民想像你是想攬炒 你不是想止暴脹亂 你不是幫到這件事 客觀地都幫不了任何的降溫 所以整個施政報告 最加蒙面法都是失敗的 我想問你 你有否聽到 那些傳媒或人事業後 是政治黨員 或是進入香港的 或是進入香港的共產黨 不知道 這件事似乎是港英時代的公務員出身 如果他是一個地下黨員 我會很震驚 原來公務員從來都沒有政治中立 就埋伏在政府裏面 不過這個當然沒有辦法證實 但是我希望他都會公開向公眾交代 究竟是還是不是 公眾都需要一個答案 明日721三個月 原來都有一段證座 其實你怎樣看 為什麼警方對於721的聽報 其實現在都只是三十八點 起訴的都可能只是成功了 因為進度是這麼慢 相比起我們示威者 2200多人被告 被人拒捕了一句 很容易 721 警方拘捕了幾多人 幾多個提堂 完全是一個他們投放幾多警力 幾多決心的寫照 所以到現在三個月 只是這麼少人拒捕 這麼少人提堂 我們可以想像的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 是跟他們的合作夥伴 即是這一刻社會 我形容的是他們的合作夥伴 他們沒有辦法經驗數 他們只可以拿一些周邊的 外圍的人出來過堂去交代 但是實質上 那個主腦是誰呢 那個懸空是誰呢 我相信警方 是反映給市民聽 他們沒有決心去查 也都不會去查 這個一天解不開 一天在香港人心中 他們永遠都是黑警 那其實現在呢 這次呢 民陣這個 雖然是被反對了 但是民陣都拿著提出 說要重組警隊 市民第六四 他們說到他 你怎麼看現在市民 對於警方的完全不信 是否真的要重組 或是警隊 我自己是覺得有這個需要的 那麼任何的警隊 如果拿著公權利 拿著武林 但是他的威信 他的被市民心目中的信心 跌到去零 那我是一個極之危險的狀態 也都是影響其他治安 因為就算有其他的治安問題 沒有人敢再找警察 也都相信其他的治安問題 是警察造成的 是扮示威者 扮黑社會造成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是社會很嚴重的警號 我覺得我同意這個說法 解散重組 去找一些真正中立的人 換過了那個班子 是黑不容的 我跟您講一問 您是否有意願 如果我們都會 是傳聞的 或是扮演黨員 可能是他跟蹤 或者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就是一個大軍黨的大手 你們是否知道 這個扮演黨員 就是扮演黨員 我想到現在都是傳測 我想在適當的場合 或者在立法會 是有機會 是應該質詢的 如果是一個共產黨員 治港的話 就已經破壞了 一國兩制本身的承諾 所以這個是需要正正的討論